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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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到生长的小山村里和亲人安享一生 展开全文大家习惯用牺牲和无私 这样硬冷的字眼机械的概括所有英雄人物 仿佛公事般的事迹和如出一折的价值轨迹 便是他们的全部也理所当然成了我们感动的源头 但实则不然走近他们每一次铁汉 柔情会让人感叹 他们原来是如此真实普通的人物 而越是普通其背后的光芒便越发闪耀 英雄不是活在电影里永远打不死的主角 而是明知血肉之躯依旧勇往直前的身边人 英雄的影响力不是让大家随着激昂的背景越流泪 而是伟大的灵魂在点滴间净化着我们的价值观 每个人不一定都要成为英雄 但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我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三个不相信精神 陪伴他成为英勇无畏的敌人收割机 让他放下随毛主席站上过天安门城楼的英雄身份 义无反顾地重返袁昭一线 如今时代截然不同 而三个不相信 仍是当下年轻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当然是幸福的 但越幸福就越脆弱 脆弱到个性没得到满足 或是小小的感情失利 都可以闹得满城 风雨 脆弱到考试成绩不理想 就满腹挫败想要轻生 但此时若你静下心来 想想三个不可能背后动荡的年代 相比战争的残酷 生死的考验 眼下有什么困难还算是困难 又有什么烦恼是不能是然的呢 我们不需要顶着炮火读书学习 但请在明亮的多媒体教室中更加起粉 我们不需要在寒冬仅穿单衣 每天仅用两个馒头果腹 但请爱惜每一颗粮食 杜绝浪费 我们没有冲上前线保家卫国的压力 但请谨记大国小家的观念 别为了一己私利与人为敌 然根思用三个不相信的单一信仰 战胜了所有困难 而这恰是时下年轻人最需要 也最难以做到的生活态度和职业理想 如果心中能够坚定 一生只做一件事 也就不会喊着 对未来的迷茫不肯长大 不会对工作挑三拣四 拒绝指示自己的不足 不会遇到小小挫折 就满腹抱怨 全面崩溃 更不会既幻想挣大钱 成 大事又急着逃离北上广 永远在好高不远和三星二役中焦虑寡宽 没有岁月静豪 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而这些负重的身影 不是天选能力者 而是一心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血肉之躯 他们可以如杨根斯一般 从弱小无一的孤儿 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 也能像杨德胜一样 战场凯旋后四十年 只字不提 重归平凡人生 很多在我们眼中的辉煌 其实是他们心底永恒的挂念和疼疼 英雄的人生 后人更多听的是故事 但听过 却能让人心变得辽阔些 有更多力量前行 而把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越来越多与历史渐行渐远的年轻人 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力量和鼓舞 也恰是闪亮的名字节目的初心 是整个主创团队克服万难成此事的不洁动力 其实 已经找不到很多杨根斯的痕迹了 所以我们花费再大的力气 也必须去到杨根斯连拍摄 如制片人 也是节目 中的寻访者沉沉所言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为了把每一个闪亮的名字背后的故事 呈现的生动风影 制作团队从未吝啬过汗水和眼泪 此次设置组去杨根斯连拍摄 他们每天天不亮便投入拍摄 从营地到野外作战训练 亲眼见证了连队战士们 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和对杨根斯精神融入骨血般的执行力 更发现在太兴竟然有杨根斯村 杨根斯大桥 杨根斯路 根斯小学 根斯中学 甚至有根斯梁游站 整个巡访路上 杨根斯的名字无处不在 如此被当地人当成保护神一样的英雄 被战士们看作当代军魂一般的革命先辈 这样的人和故事绝不能被时间淹没 艰辛的寻访过程 却坚定了整个团队的表达语 他们追根溯源找到杨根斯曾经老班长的女儿吴小敬 深挖杨根斯成长路上不为人知的点滴 与杨根斯多年老战友杨得胜取得联系 从成都到沈阳 从沈阳到丹 东再到鸭路江边 他们帮助这位老兵 打开争容岁月的记忆闸门 解开长久难以释怀的心结 也让更多人真切的听到 更多书门上读不到的战争惨烈和英雄模样 肉体可以被消灭 但精神是永存的 在深挖杨根斯故事的过程中 他的三个不相信 精神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闪亮的名字贯彻到底了 那些闪亮的名字 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 即使穿越时空 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岂约无依 与子同袍 劳记初心 不复时代 这是晨晨和闪亮的名字的郑重承诺 是所有媒体人的责任 更应该是当代年轻人的心知所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